大家好,今天是4月7号星期日,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莓果,感谢您为视频点赞。 华尔街分析师拉响警报,英伟达牛市很快会结束。 作为人工智能热潮最大的赢家,英伟达的股价一路涨得风生水起, 今年迄今的涨幅已高达83%,然而根据几位华尔街分析师的说法, 英伟达最好的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,今年可能会开始磕磕绊绊。 在这种悲观情绪出现之际,英伟达到现在为止表现仍十分出色, 交出了一份又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。 该公司现在的市值超过了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亚马逊, 而且刚刚取代特斯拉,成为散户投资者的首选股票。 但DADavidson分析师JL认为, 这家芯片制造商的巨大涨幅可能很快就会结束。 他预计,到今年年底,英伟达的股价将最多下跌20%, 他和其他几位策略师一样,对英伟达惊人的估值持怀疑态度。 L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英伟达不太可能保持快速增长的速度, 因为投资人工智能的公司最终肯定会退出。 在一份报告中,他给该股的评级为持有,目标价为620美元, 这是华尔街的最低预期。 他的很多大客户,例如微软和亚马逊,都在囤积他的GPU产品。 他说,但随着他们达到所需的容量, 他们不会在未来几年继续购买这款产品。 数据显示,在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的12个月里, 英伟达的每股收益预计将飙升至24.75美元, 这几乎是该公司去年调整后每股收益13美元的两倍。 他还预计,到2026年,对英伟达产品的需求将下降。 我们今年走得越高,明年就会跌得越多。 他警告说,此外,其他评论人士也对英伟达的天价估值发出了警告, 德意志银行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维持了对该公司股票的持有评级, 但指出该芯片制造商的股价已经很高, 分析师将该股目标价定为每股850美元, 这意味着该股将较当前水平下跌3%。 德银写道,我们仍然对英伟达的创新速度印象深刻, 并继续认为该公司是无可争议的人工智能领导者, 但我们也认为这一观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, 并充分反映在其已经溢价的估值中。 英伟达还面临着人工智能领域激烈竞争的风险, 晨新公司股票策略师BC表示, 没有哪家公司能像英伟达那样在市场上占据如此大的主导地位, 但微软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肯定也在奋力一搏。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 云计算公司可能只是看到他们在英伟达GPU上花了多少钱, 然后尝试在内部构建这些芯片, 以运行特定的人工智能工作负载。 英伟达拥有巨大的营业利润率和一流的盈利能力, 因此这确实给了很多公司进入竞争的动力。 C. 推测 如果经济放缓, 英伟达的股票也可能受到打击, 如果像微软这样的客户缩减GPU支出, 那可能会给英伟达带来麻烦, 因为投资者已经对该股寄予了很高的期望。 晨新公司给该股的评级为中性, 目标价为910美元, 这意味着该股在今年剩余时间将基本持平。 不过,看空英伟达的人当然是少数, 因为这家芯片制造商的股价仍在继续上涨,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该公司即将于5月22号发布的最新业绩报告。 台积电日本二厂也将落脚熊本菊阳厅, 预计今年年底动工。 台积电方面表明, 计划在日本熊本县兴建的第二工厂将跟第一工厂一样位于菊阳厅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人会谈时做上述表示, 台积电位于日本的第二工厂预计2024年底动工, 2027年底开始量产, 目前研判第二工厂的位置将会靠近预计今年年底量产的第一工厂。 魏哲嘉表明第二工厂预定也将落脚熊阳厅, 并表示感谢日本政府大力支持, 希望通过引进专业人员提供工作机会, 同时也能对当地人才培育有所贡献, 为熊本带来良性的影响, 我们会努力跟当地企业创建一个坚固的关系。 日本官员希望台积电的到来将有助于推动当地供应商的技术和业务, 日本已拨款4760亿日元和31亿美元用于台积电的第一座工厂, 该工厂是由台积电与索尼集团等当地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建造的。 日本政府已承诺为台积电额外提供7320亿日元的补贴, 已建设第二工厂。 好,上一期节目我们分析到了OXY西方石油, 这期我们继续分析, 我们看一下白银的周线图, 白银的周线图我们其实去年也跟注过几次, 我们说白银的走势也是相当的复杂。 那么周线图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震荡之后呢, 在运动方向上出现了一个可能的底部架构, 我们这么一画, 发现它还真有可能, 就是一个斜着的头肩底, 是吧, 斜着的头肩底, 像不像, 我们看一下月线, 是吧, 头肩, 踩了一下这里, 然后弹起来横盘振那振那振, 走起来了, 这是月线, 我们回到周线, 周线呢, 在本周呢, 有了一个突破, 线上突破, 感受到了吧, 我们画到这里来, 就是说这根平缓的下跌趋势线, 构成一个潜在头肩底的底部位置, 那么在近三周呢, 完成了一个突破回踩止跌, 确认, 本周是强劲大阳线的一个拉升, 那么近期呢, 在横向方向上, 仍旧有一些阻力位需要去突破, 所以白银呢, 可能也是偏正当上行的一个走势, 我们这两周呢, 也在说这个金属, 还有这个大宗商品,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波段交易的机会, 注意也不能完全的信仰长持, 因为市场变幻莫测, 特别是石油股, 那么对于黄金和白银来说, 你看白银也不过就是刚冒出来一根, 那么之前呢, 是以震荡行情的交易为主, 是吧, 这么长时间全是震荡, 所以这个趋势呢, 一般也都是很快就会消失, 所以多头如果想去做多, 就要画好趋势线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它怎么没有同步呢, 那么这样的话, 我们再画一个横向的, 同步了一个, 我们把趋势线再画一根直线吧, 好, 这样的话, 接下来要去测试, 大概28一代的阻力区, 现在是25, 那么突破之后呢, 最高历史最高, 这个图近期的比较明显是36, 36这一代, 看一下ABC, 能不能C上去, 不过也不要那么乐观啊, 这图, 这个金属这个东西, 它没准啊, 所以大家还是以局部波段交易为主啊, 不要太过信这个趋势行情, 因为这个东西, 特别是黄金啊, 还跟货币有相关啊, 所以跟美元啊, 等其他货币的这个波动方向有关系啊,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啊, 好, 那么对白银来说也是如此啊, 所以应该画好趋势线啊, 去看看能不能再涨一涨, 好, 我们看一下人工智能股, 谁呀, PLTR, PLTR的周线图,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偏回撤的一个行情, 对吧, 它就涨了这一周, 然后又开始回撤了, 对吧, 可见这市场呢, 走趋势行情的时候呢, 非常的迅速啊, 大部分也都是以震荡为主啊, 那么近几周的周线黑线呢, 也没有在数值方向上使劲砸, 特别是本周呢, 又有一点点指贴这种异味, 对吧, 这位置呢, 也可以画一个支撑区啊, 支撑区域, 那么这样的话, 当前是一个洗盘行情无疑了啊, 那么之前啊, 说可以正当检查啊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那么日线呢, 还是一个偏震荡下行的走势, 当前的回撤已经是第四浪了啊, 一二三四, 我们看到周四周五, 空头还是相对较强势啊, 那么周五呢, 只是一根小阳线, 那么这样的话, 第四五浪也有可能走一个下跌小五浪, 对吧, 或者是五浪反转上去啊, 四浪反转上去, 然后五浪小直跌一下, 那么真正的啊, 建仓位现在还没有出现啊, 等待这根下距山的右侧, 这行情怎么这么差呢, 是的啊, 因为什么呢, 你看那个英伟达也在震荡了, 对吧, 所以说呢, 这种人工智能股, 包括半导体行业的那个相关的股票, 大家都要注意啊, 这个洗盘正在进行中, 不要一直想它涨啊, 涨了一年多了还不行, 洗洗盘不能不行吗, 对吧, 要有这种想法啊, 一直涨, 你愿意使劲加仓吗, 不愿意, 只要不愿意使劲加仓啊, 它就不具有使劲涨的动力啊, 你看我们前几天读了一个新闻说, 美国银行的那个机构客户都在削减美股的敞口啊, 然后去转到这个其他的方向上啊, 比如说新兴市场, 比如说啊, 这个金属或者是能源啊, 大动商品啊, 这些方面, 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啊, 不是说一直信仰长持, 那只是说仓位比较轻的情况下, 有可能会有个别的标的是信仰长持, 但大部分时候都要啊, 因因时而变啊, 调整配置, 好, 这是PLTR啊, 也要注意回车还没有不一定终结啊, 还要继续跌, 我们看一下减肥药这个图, 那这个图的周线图, 我们先看一下裸的, 这个图的周线图很显然也是有一种高位震荡的感觉, 那么之前呢, 在这里也曾经震荡过啊, 那最终又涨了一波, 我们看一下有历史阻力去, 没有啊, 那么不断的在创出新高, 那怎么办呢, 我们假设上行的概率还是略高, 因为什么呢, 因为空头没有在竖直方向上形成下跌的这种态势, 不够啊, 不够强势啊, 不够连续强势, 相反的多头啊, 再次往上反上去, 说一定会涨吗, 我们只能说顺势的概率会略高, 就是继续上涨的概率略高啊, 那么医药领域又是一个单独的领域啊, 这东西跟那个, 跟那个半导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啊, 那么这样的话, 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, 也有一定的关系啊, 这个人工智能, 呃, AI弄那个那个什么, 研发制药啊, 研发新的药品是有是有帮助的啊, 但是他目前这个里来还没有关系啊, 没有影响, 这样的话这个图呢, 也不能说猜顶, 但是啊, 但是我们对于横盘震荡的态度, 一向是比较谨慎的啊, 因为如果美股真的在接下来一两周, 开始出现深度回调的可能性, 那我们要提防这些前期的一些热股, 跌破这个平台区域啊, 也给出回撤的可能性, 是吧, 嗯, 这就是我们的思路, 但在没有跌破之前, 我们假设上行的概率高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你看日线, 对吧, 日线其实还可以画一些线条啊, 这无需之大行情趋势线没法画啊, 对吧, 太窄了, 你怎么画趋势线没法画, 所以呢, 趋势线就变成横线了, 就变成支撑区了啊, 所以这支撑区很重要啊, 接下来能不能在这附近支愣住, 还是这是一个多重顶啊, 我们需要大阴线来确认啊, 去跌破景线位置啊, 或者更低的位置, 去确认这个前代的一个, 如果真的要暴跌的话, 一个顶部, 对吧, 那没跌呢, 现在没跌, 那就去看, 因为周五这些阳线还比较强, 是吧,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啊, 不要急于定论, 如果这样的图都暴跌了怎么办, 那美股还真就有可能, 就更深的回调, 是吧, 只能这么说, 但我们看了一些科技股, 感觉也没跌呢呀, 是吧, 所以也不能, 也不能说轻易的去猜这个顶部啊, 我们把这个线还是画在这吧啊, 再画一根去线, 你看这个回撤都太浅了, 就两根阴线啊, 就就直低啊, 所以没法猜顶啊, 这猜空头不给力, 嗯, 好, 这是李来, 我们看一下微软是不是这样, 你看他的周线看线也是阳线啊, 本周, 虽然是十字星看线, 但他不是强劲阴线的, 上周也是阴线, 但是小啊, 对吧, 这有一根大带, 这没有往下跌, 对吧, 他横盘了一下, 又涨上去了, 那从局部这个运动状态角来看, 这变成支撑区了呀, 震荡来, 突破上去回台只跌, 是吧, 那么上涨概率还是有的, 他上方没有阻力区吧, 也就是说再创新的历史新高啊, 那万一他都跌了呢, 那大盘就有可能增加下跌的概率是吧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日线也有点这个苗头啊, 特别是周四这一天给人的感觉不舒服, 但你看周五又弄上去了, 所以究竟会怎么样呢, 对吧, 究竟会怎么样呢, 我们是顺势预期的交易者, 我们假设上行的概率高, 直到连续的阴线砸破趋势线, 他都没趋势线, 他都没砸破, 对吧, 所以呢, 我们需要再继续观察吧, 不眼顶啊, 不轻易眼顶, 当然也有的再给回撤哈, 这个龙头股也要区别对待哈, 不要统一说, 所以说大盘也比较麻烦啊, 大盘正来正去的是横盘啊, 我们看一下Snow的周线, Snow的周线图不行哈, 感觉不舒服啊, 不能做, 不能做啊, 不能做, 那么现在空头呢, 还是比较强哈, 所以啊, 多头的反攻乏力啊, 在周线图上我们说, 多头必须得连续的竖直方向往上走, 没用, 相反空头又弄下了一个啊, 那么这样的话, 下地圈圈圈画好, 所以小盘国也比较复杂哈, 大部分人喜欢小盘国, 但是小盘国也很让人痛苦, 好, 继续等待吧, 我们看一下AVGO, AVGO, 空头强啊, 不强, 本周是什么, 可以先是阳线啊, 十字星线, 但它是偏阳线的, 连根阴线都不给, 那么上周阴线也不强, 所以上周我们在复盘的时候, 也是感觉, 个别的这些龙头股, 它怎么就, 空头怎么就不给力呢, 是吧, 所以不给力的情况下, 我们假设是上涨中继, 直到它给一下力, 它没给力呢, 目前, 没给力之前, 我们不假设它会给力, 我们要看到给力了再判断, 是吧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有没有可能是双重大顶啊, 那踩顶的人总想是踩反向啊, 那我不想踩反向啊, 我只能说提防着反向, 你看这是横盘无需震荡, 有人说这是出货呢, 有这种可能性, 有人说这是上涨中继, 还得涨啊, 也有这种可能性, 因为市场就告诉你, 它是摘出横盘震荡, 就这, 市场告诉你, 它可以涨可以跌, 对吧, 它没想好的, 特别是空头没想好的, 比方说空头周五, 或者下周一周二使劲跌, 那我们就跑了, 我们就不做了, 就等待大回撤了, 是吧, 所以这个这个横盘, 我们是最讨厌的一个图, 也是最纠结的一个图, 就是说啊, 同样一个形态呢, 我们的思路是双向的, 我们第一假设上上, 第二呢, 要提防往下走, 往下走的话就卖了, 所以这个财顶是一个难事啊, 好, 我们看一下金融股, 金融股本周的周线并不是太强势啊, 但是呢, 在这个近期的趋势线附近呢, 有点向下破位的这种感觉, 那么已经在创历史新高了啊, 这个金融股, 那么上周我们感觉多头还是比较强势啊, 这周呢, 空头也不算太强啊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嗯, 你看啊, 他如果下周啊, 再跌破这儿, 那我们就应该离场了吧, 有人说压根没做金融股啊, 没关系啊, 我们假设, 我们应该假设每一个图都在做啊, 我们怎么做, 训练这种思维是吧, 训练这种交易的习惯, 那么这样的话, 下周再跌的话就应该离场了啊, 因为陡峭啊, 泰国陡峭, 这波上涨, 好, 这是金融股, 这个李矿这个图呢, 也不容易去交易啊, 他这个图跟去年的, 呃, 以兴啊, ZAM比较像啊, 那么现在正在反弹一波啊, 估计呢, 这波要回撤了啊, 那么近两周有点停顿, 对吧, 画好去日线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嗯, 好, 跌下来就跑掉了啊, 地方二浪回撤, 如果上去呢, 不要做这种图啊, 看一眼得了, 好, 这是他, 我们看一下QS也是啊, QS也是正来正去啊, 不要做了啊, 看着就烦, 我看一下谷歌, 谷歌呢, 本周也是一根阳线啊, 而且创了一个新的高点啊, 这一波上涨的一个新的高点, 我们看一下历史新高了吧, 历史新高了, 那么这样的话, 本周多头还是相当强的啊, 说还还跌吗, 你要说这个附近都是阻力区, 其实啊, 他没跌呢, 关键是, 怎么看跌呢, 本周是阳线呢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这日线他其实也在这附近啊, 所以你要说话陡峭的这时候, 确实有点破位反弹啊, 那么再往下挫的话, 至少是一个大回撤是吧, 或者至少是一个震荡行情的, 所以下周一啊, 需要来确认, 那如果下周一二又是阳线呢, 所以啊, 这个龙头股比较难以判断啊, 我们需要再观察, 那有些周呢, 我们观察的时候, 他正好符合拐点啊, 但现在呢, 需要拐点确认啊, 那如果不能向下确认, 就不能卖啊, 不能进一步卖, 如果已经卖掉的也没有关系啊, 我们再等他直接迹象再去加仓就可以了, 好, 我们把台积电说一下啊, 因为今天新闻提到了, 你看台积电, 他也是一个周线图, 他也是一个震荡行情, 那么震荡行情的难点就在于判断, 是上涨中继还是顶部啊, 这个难点就在于此, 他也是历史新高啊, 我们看一下线, 看一下日线, 你看, 他横盘震荡啊, 是吧, 我们只能说呢, 我们要继续观察啊, 继续观察, 他不是说强劲的数值方向大空头, 他是一个震荡, 我们说啊, 跌破这个支撑区, 这个长长的横线的时候, 我们再彻底离场, 是吧, 现在他没有啊, 他又弹上去了啊, 所以, 所以现在市场给我都感觉呢, 你要说猜顶吧, 你也有点道理, 是吧, 你要说不猜顶吧, 也似乎也看着不像是顶啊, 所以, 呃, 大家再纠结一段时间啊, 可能很快就可以给出答案了啊, 好吧, 好, 我们这期先这样, 下期呢, 我们继续分析啊, 继续分析, 再见。